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个特色 第一个是国际化的一个联合者 来参加展览的 除了我们台湾本地企业之外 这边包括美国企业 日本的产业 韩国的产业 香港 还有泰国 还有治理 西洋 西洋 都来 都来 非常的国际化 满足很多外国人 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们隔壁就是101 101 每天游览车 200辆 每天游览车 200辆 两百辆 几带差不多细了 就有八千多位观光客 八千多位观光客 我们都会给它乘了一家 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特色 所以说这是一个国际展 那么第二个 这个展非常非常的多元化 我们这个展 刚才说台北市政府都设有专门的一个摊位 台北市政府也把迪化街的很多很多 请到这边来 这里跟迪化街也不一样 我们在这里多半是包装的产品 像迪化街南北货的这种产品比较多 所以这之间是有相当一个区隔 那迪化街有些卖食品的包装的也都到这边来参展 那么 除此之外 农委会也是有专区 还有十大品牌的一个展览 另外 我们电器工会 我们理事长也来了 这个年货 我们刚才家里面刚才那样 备用的也是年货 对吧 所以 我们也有很多电器的展览 那么 酒类 我们酒类工会 理事长在这边 酒是过年 大家一定小尝一下 对吧 所以酒类也是我们展出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点 相当的多元化 另外一个 我们要配合民俗跪离嘛 对吧 我们要求吉祥如意 国态民安 台湾内部不要有什么大家的这种争议 所以 两岸之间和云发展 世界永远的战争了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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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 They buy 当 咦 马祖 vi 代表市万沟 hacmennan atac � Yup etut 阿掌就来! 昨天下午五点钟 Par ley 这个索纳纳罗生古城齐名啊 告诉他 那下来是什么 是圣公儿 牵着一眼 我下来 我这个真是真是惊人啊 接着 马主还请下来 现在我们董事长啊 就交给我 我得够夸夸夸夸夸 写啊写 转了这个 转了四十分钟啊 后我啊 龙老公 龙老公 到那边了 这个我不会啊 我们董事长 把它安复安好之后 我们上香祈福 然后请法师 在那边诵经诵经 那今晚都要聊了 不是我念国语的 在念台语的 我们董事长在那边 他们站在那边 发现我董事长 说我去当地的 我都不知道 各位 这个马祖一定要去 这是三百年历史的马祖 这个 非常非常的非常利益 你各位到那边去 可以安太岁 可以点光明灯 还可以拨跪 我们特别设了一个地方 固执的就跟马祖金 差不多 刷当 我们要走下 我们要走下 所以我们尽量的民俗化 那么过年本来就是要配合民俗嘛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现场都有宅集园服务 所以你买年货 我们不用自己提到家 甚至很多人我刚刚看到 他都是什么 买年货宅集园 写很多人的名字 你别丧类 丧类 一直问好 你送多少 都有 非常非常方便 那讲到方便 这里最方便 就是今天新鲜开东之后啊 这里就是有一个车站 非常非常方便 而且为了方便 上班族啊 我们开幕 每天开幕是12点 中午12点开幕 晚上10点钟 在休息 所以这个展啊 是为我们台北市民 办的一个 比较属于高档产品的年货展 年货主要包装食品 水果 各种产品 我希望大家 利用这个机会啊 我们大家都能够买一些好的年货 送给好的亲戚朋友 买一些好的年货 我要好好享受 五星级大饭店 五位 五个都来了 国宾啊 金黄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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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旁边的这个 军乐啊 都来 还有香港里南远 东方的都来 那接受什么 接受你 定年货 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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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还有你可以预约 很多委牙的活动等等 进对好看的事情 给摸材料 多多话的货 呢 家当地呀 还有这个摸鸡票啦 还有什么 我给人摸 我给人摸 所以这个活动啊 是非常具有人情味的一个活动 也代表我们台湾人啊 这个 崇敬神明 而且 大家求起 全家和睦的一个活动 我们都希望呢 台北市民能够 就是市民呢 能够到台北来过好年 所以 在这个春节将近的期间啊 家家户户呢 都在这个除旧不新 才过年过 那么有这样子的一些场合啊 那我们的民众呢 都能够想 可以感受到这个过年的喜悦啊 大家在这么多的摊位 这么多的人潮 那么在这样子的一种 会产生一种这个欢欣的气温啊 那么来啊 这个感受这个过年的这个喜悦啊 跟我们的低话街是不一样的啊 低话街它比较属于比较 传统的南北货啊 那这边呢 大概都是 呃 属于比较精品啊 精品的 或者是 相当有这个 这个水准的一些这个产品啊 所以对于台北市民来说 那么我最佩服我们王总市长啊 就是把我们北港的这个朝天宫的 我们妈祖啊 也一起请来了啊 这么办这个活动啊 由妈祖坐镇啊 那这个活动一定是这个顺顺利利啊 这个是非常的这个 这个台平平安的啊 很多民众呢 也会都去这个跟妈祖呢 那边去敬家啊 去朝拜啊 那这个共同的结合呢 让整个活动啊 跟充满了个 各样的这个喜气啊 刚刚王总市长讲 这是第一次 办这个活动 而且是鱼炮 而红啊 非常的热烈 当然最主要是因为 呃 王总市长的规划啊 不但把我们 我们国内所有的呃 南北年货还有重要的精品 都集中在一起 不过更重要的是 把我们北港朝天宫的马祖 请来作证啊 我想这是最能够贴近的 民心跟民意啊 我想这是一个成功的一个推动的因素 另外 我想呃 今天这个环境也特别的好 坦白讲呃 这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啊 加上建议信业线也刚刚开工 旁边就是101 呃那个大楼啊 我想每天很多朋友都建筑的 那么加上万贸协会过去在办理各种活动 所累积起来的民生啊 以及大家呃 对外贸协会的信任啊 所以这个活动呃 呃 第一次办呃 呃就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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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希望呃 也说在将来能够有更多的类似的活动呃 呃能够呃 呃 另外我们在高雄呃 呃 今年四月份 我们一个非常呃 呃具有地标性的 高雄世贸展览馆 是由我们经济部出资兴建的 呃 也在今年四月份 被落成 呃 那么我们也希望明年 除了台北 能够继续举办这个联合大展之外 在南部 在高雄 也能够同步的 也举办我们类似的联合大展活动 让我们南北来相互辉应 只是我不知道告诉马祖要放哪里就是了 那个不过 呃 呃 我想应该不是问题 因为我们都分身而贷 我想应该不是问题 因为我们都分身而贷 感谢观看